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其实我挺感谢那次你给我打电话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管在梦里还是在梦游的时候 他能够想到的那个人 是在他心里最深层的 你知道你在英国给我打完那个电话之后 我才觉得我们的感情没有结束 那个时候我告诉我自己 他一定会把温暖追回来 好了 好了 知道在你刚回上海的时候 我就想办法把你召回的权益 做了我的特助 我不明白 什么鬼 不明白什么呀 你是说 这一些是你安排的 怎么可能 那你 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会召回来这里 你不是要辞职吗 在家里现在外界闯过一新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真的怕了 我真的怕了 我怕你内心扯受不住我 你又像七年前一样 丢下我一个人就不管了 那 那你跟一新 我们来是假的 这个名声名号 只是为了帮他解决外面的麻烦 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了 在演戏 七年以来 我心里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 傻瓜 就没觉得自己很骄傲啊 但说到底 一切都是你设的局 所以 我又成了你的棋子了 你说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啊 你知不知道 你温暖 每个人都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都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都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还有我的状态 你说这么算来 咱俩到底谁是 谁的棋子呢 啊 啊 好 好了 把眼泪擦擦 把眼睛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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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 来 快 快 我手三个数 三 二 一 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呀 这跟你亲手刻骨的印章 什么团的材质啊 你照样看 温暖的鞋 你不是把那个印章还给我了吗 那我就把它变成个吊转 一会儿 不知道它有一个 非常特殊的寓意 从你戴上这个项链开始啊 你温暖 就再也逃不出我的受伤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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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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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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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多了吧 我送你回去 来 你帮我拿着 把手给我放开 你谁啊 我是他男朋友 你谁啊 我也是他男朋友 小子 你是找揍吧 兄弟 出来晚安 没表情的眼睛 扬给您 你怎么能喝这么多呢 他怎么也呢 你好 来 还说自己哪儿也不去 结果你就出去喝酒 还喝成这样 你只有这样很危险吧 你来起来喝一碗 我喜欢你 你说的是罪话吗 你真的喜欢我啊 你脸好看啊 你脸好看啊 你要是清楚 现在给你看 你肯定好看 你肯定好看 好看 我怎么不想看 我咱们快去沈山 我没想看 我还不想看 我去沈山 好看 我就是个坏女人 如果不是我 妹妹不会失去她的幸福 我爸爸也不会发生意外 如果我没有自杀的话 妹妹就不会病得那么重 我就是全世界最坏的女人 温柔 你怎么能是全世界最坏的女人呢 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人 我真的很喜欢你 温柔 不了 欸 妈 虽然 不 打暗 走完一遍 我到现在 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好像很做梦一遍了 我跟你一遍 你现在都会到我身边了吗 你说吧 不然就自己想做梦了 你 你 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不信你看你衣服 这 这什么情况啊 就是 昨天晚上你不是喝多了吗 我就给你扶回来了 可是你说你自己要睡这儿的话 万一吐了不是有人照顾吗 我就也跟你一起睡这儿了 可是谁知道 到了晚上 你怎么就跑得我回来了呀 你笑什么呀你笑 我告诉你 这事你要敢说出去 我立马看了你 你信不信 你放心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真的 怎么样啊 我今天是不是很风格 我说刘瑞 我跟你说过吧 干我们这行都不能穿得太夸哨 容易给客户不信任感 你怎么着啊 今天是要把整个春天都套身上啊 不是 今天咱们不是不见客户吗 再说了 你说我天天穿一身西服 整个人都变呆板了 要不咱们今天放飞一下自活吧 要放飞自己去吧 我没空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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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放开我 来 这儿 这儿怎么样 这儿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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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 你试过的都在这儿了 走吧 opposition 区别的朋友 秘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心姐好 给 一心姐好 一心姐好 辛苦了 乐乐 你先上车等我吧 好 我说两句话就来 看你的样子就知道累坏了 走吧 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你别摆出一副男朋友的姿态 好吗 我想那天在医院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可我没这么想 你 一心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你不会就想让我站在这儿跟你说吧 我在车里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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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 以后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想留在国内 有自己的试验 我可以给你投资 我可以给你投资 不想在国内 想出国 我现在就给你安排 怎么样 小盘总 你安排得很周到 你是要把我抱扬起来吗 我没这个意思 你别误会了 我只是看到你每天这么拼命 我真的很心疼 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那天我们真的喝太多了 发生的这一切 我会彻底将它忘掉 也希望你不要再提起 一切 我怎么可能忘掉 你别这么急着否定我 我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来证明自己 可以吗 我希望你能复杂 有没有想我 想的 刚洗完澡了 把这一� php诺线 南京 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电影不是十月点才开始吗 因为 我等不起到中午才见到你 那你等我一下 我刚喜欢头 来 过来 又要搞什么回家 干嘛 别动 你总是不会擦干头发 这样下去 长大了 会落下病痛的毛病 你怎么跟温柔似的 他也总说我是个懒猪 你就是个大蓝猪 你猜是 好 站总 不好意思啊 站总 你让我准备的养胃茶 我已经准备好了 放在客厅了 最好吃热喝 好啊 辛苦了 欢姐 好 丢死人了 什么害羞干嘛呀 我怎么好意思见欢姐啊 欢姐 可早晚也要习惯的 每当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呢 我总会感受一下深夜的魅力 深夜掩盖了城市的浮华 可是灯光却不会骗人 就像我一样 遇见了爱情啊 从来不会掩饰 就想体会它的快乐和真实 请不要为你的智能找借口 什么叫智能啊 雅柔 看着我的眼睛 你现在回答我 你喜欢我吗 我喜欢你 可是 这还有什么可是啊 没有可是了 只要你喜欢我 这就足够了 我们才认识多久 你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吗 你凭什么认为你会一直喜欢我 我们两个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两个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因为你想惩罚你自己吗 因为你觉得是你自己 害了你的妹妹和爸爸 所以你就不敢去爱了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我昨天晚上说的事吗 我还知道 你曾经想要自杀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你就更应该离我远一点 温柔 这让我更加地心疼 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两个月后你觉得烦了 我们再分手 两个月 原来你也只是想玩玩而已 你听我把话说完 如果两个月后你觉得烦了 我们分手 然后我再继续追你 那我们每两个月 又是一次重新的开始 温柔 答应我 做我女朋友 好吗 那我们试试 好 那我们试试 真的 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 易众竞选董事长的日子 这一家有一家的规矩 一个公司也有一个公司的章程 这些年呢 大家跟着我 咱们易众发展迅速 但是呢 竞选这个董事长的位 咱们还得按章程来办是吗 人也来得差不多了 大家都开始吧 各位早 好 温妍 你怎么来了 平常不来呢 是对大哥管理公司的信任 但是今天董事会改选 我要再不来 那不就成了不懂规矩了吗 规矩 按下按规矩的话 你是不是还要来竞选这个董事长 哥 你看你这话说的 再说咱们董事会章程里面 哪一条哪一款写着 我攀为您不能竞选董事长 还有 这章程里面又有哪一款哪一条写着 这攀为阿姨一定就是董事长 此不良理 好吧 既然这样 开始吧 大家都投票吧 好 不是 你怎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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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好 好 祝贺你回去还给董事长 拜拜 好 谢谢 再见 好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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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等等 是不是还让我 给你副手称臣 恭喜 大哥 义众说到底是咱们判断的 咱兄弟俩 别因为董事长的位子 伤了兄弟和气吗 陈美妮 我真是小看你了 你怎么本事这么大 把那么多董事都收买了 你怎么做的啊 哥 这些董事会的成员 如果知道你在外面 偷偷地开空格公司 他们还会让你在 董事长这个位置上 坐稳吗 你也怎么会知道的 你怎么会知道的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若小人不知 除非几乎为啊 不可能 这件事我做得这么保密 除非是你 除非是你给我下的套 给我挖的陷阱 怪不得公司出事了 大哥 大哥 意重是咱们判断 无论谁踩着这份假业 去胡闹 都不会坐视不利 就算你是我大哥 也没有例外 你为什么要去哪儿 小潘总 一大早带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一处 一心 今天我叫你来 是想让你跟我一起见证这个时刻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一中的董事长 也是从今天开始 我绝对绝对有能力 可以给到你想要的生活 我已经说过了 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 我不是因为那天晚上的事 所以才说这些话的 一直以来我都是爱你的 这你是知道的 为什么你总是否定我对你的爱呢 我很抱歉 但是 一心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 你是不是觉得我只是 只是为了跟我打个傲气 或者在乎这些名利 不是的 我只是想跟你证明一件事情 湛南贤可以给你的 我潘维宁一样可以给你 而且可以给的比他更多 可你不是他 可你不是他 所以呢 我为你打造一个帝国 把你捧在手心 视你为女王 可就因为我不是湛南贤 所以你就要对我对你的爱 视而不见吗 对不起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千万别这么说 千万别这么说 早在我爱上你的那一刻起 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早就不知道丢哪儿去了 一心 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 你为什么非要在一个 不爱你的人身上 去浪费你的时间呢 谁说的 我跟南贤是天生的一对 我们迟早是会走到一起的 你什么时候才能醒一醒啊 你干什么 跟我走 要去哪儿啊 放手 老大 义重的事你知道了吗 我告诉你啊 现在事情啊 都已经闹大了 我的朋友圈都快炸了 现在已经弄得是满城风雨了 这个潘维宁不简单 今天义重董事会改选 他竟然把他哥哥赶下台了 是啊 记得温暖被一星粉丝围攻的那一天 我在会所看到了几个义重的大股东 和潘维宁聚在一起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 平时这兄弟俩表面上看 关系都那么好 其实是我里斗啊 潘家这两兄弟表面上相处和睦 其实私底下水火不容 他们家这场闹剧迟早是要上瘾的 之前我们跟义重合作多年 都是潘维安一例促成的 现在换了潘维宁 这个人野心不小 他和朱霖露又是多年的好朋友 如果义重和带重连起手 共同对付我 你们觉得会怎么样 因为我突然发现 Because of the 产生和脸上的对付出 不要嫌疑 幸福在这个地方 本身的速词 等于你还觉得不早 ąd出了 体力飞行 不过分最坚 cav章 是相处的 走到毎母带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洛阳道一号 湛南贤亲自设计的房子 每一个细节都用尽了心血 湛南贤没有带你去过吗 所以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我就是想带你去看看 湛南贤这么多年精心准备了新房 这里面精无藏教 到底是谁 我真的好想你 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 眼睛干干的又想哭的心情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嘿 我真的好想你 太多的情绪 没适当的表情 最想说的话 我该从何说清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我不会有伤心 但只要如果还是要爱你 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 又有什么可惜 反正一切难不及 反正一切难不及 反正没有人刺激 反正没有人刺激 嘿 我真的好想你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你 你 我真的不想你 你 我真的好想你 你 我真的好想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